感谢建制老师和黄平老师对我的邀请 给我这样的机会在王辉教授之后来做一个发言 那么王辉教授的发言是非常的宏观丰富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地图也是一个历史的坐标系 让我们去定位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儿在第十一届南南论坛要去讨论健康 要去讨论健康与可持续之间的关联 要去重新把中医药把这个中国文化传统 把中国的这个古典绘画文人化重新作为我们的论题 要拿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 同时也是这个国内的广泛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论坛之上 这个按照刘建制老师和黄平老师 他们着急的时候所确定的主题 给出了一个试图给出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我的角度的观察和思考 一个仍然是在一个当代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和论域当中 尝试展开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那么很那个ABC的很浅薄的介入 就是说当我们说到健康的时候 至少对于我它意味着如下的几重意味 当我们说健康的时候 当然最直观的就是一个相对于身体疾病 相对于肉身疾病而言的一种这个更好的生命状态 我们称之为健康 但与此同时在我成长的年代 在我所瞩目的当下的这个文化格局当中 我们都知道健康其实同时也意味着一种 主导性的社会的价值和评判系统 一种何为健康 何为这个不健康 何为病态 那我就不由的回想起 在我成长的年代 我曾经因为沉迷阅读这个十九世纪小说 被家长担心为这个精神很不健康 或者心理很不健康 而同时我们可能用病态 来描述某一种在主流价值的意义上 这个不被认可的这个精神状态 精神追求和这个生活样 生活方式 这是所谓第二个层面的那个健康 而今天我想那个讨论的那个健康 是更多的在相对于精神积患而言的 身心健康 相对于这个被命名为精神积患而言的 那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生存状况 社会的那个结构形态 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提供一种 我们去在社会的整体的结构构架 社会的文化价值 然后社会整体的图景与愿景之间 去安置个人 安置自我 安置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连接 然后一种我们介入社会 想象社会 这个建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是我想这个今天想采取的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观察的角度 或者说想展开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那么我想从一个社会的表象性的形态切入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 大概近20年来 就世纪之交到新世纪开始 有一个词开始流行 叫亚健康状态 就成为一个非常日常的 和开始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描述 甚至在那个城市 尤其是大都市的人群当中 人们普遍认为 自己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之中 与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状态的 这个自我评估和这个描述 我们的生命状态的这样的一种流行词出现 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流行词 在我看起来彼此关联 那个流行词就是 城市的青年人 职业青年 这个公司企业的白领 或者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自我称谓 叫社畜 就是这个把自己把自己免称为社会生畜 然后用社畜来作为自己的工作状态 和生命状态的一种描述 而亚健康和社畜这样的两个这个 健康评估与自我称谓 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普遍的这个疲劳 疲惫焦虑 然后这个经历压力和不快乐的 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那么换句话说 进入21世纪以后 这个经历新技术革命 经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新技术的改造之下 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然后中国社会经历中国崛起 我们在一个相对来说的 这个富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而消费主义继续成为我们这个生活方式 或者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的同时 人们却普遍的在这样的一个身心的 亚健康状态当中 在一种极度的疲劳和焦虑的状态当中 那么我在这就不引证另一组流行词了 这组流行词就叫做内卷和躺平 这样的一种描述 就是人们在一种极度内卷的 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之中 那么躺平似乎是内卷的这个平行选项 但是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立的 这个生活状态的选项 那么与此相半生的就是 中国大城市当中 甚至中国的这个中等城市之间 和同时也是全球的都市之间 出现的一种这个心理机患 或者精神机患 作为新的流行病的这种这个 涌现和不断的加强 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忧郁症 进而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精神机患 和心理学的名词 也开始被日常化叫做双向情感障碍 那么与这个忧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 作为一个21世纪全球的都是流行病的 这样的一个涌现 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危机性的状态 或者是议题 那么真的对这样的一种所谓 我称之为这个流行病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蔓延而言 大概有几个因素是必须会提出的 或者说必须被认知 同时我们又暂时搁置的 这样的一些论题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一种心理机患 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病 它跟相关的国际心理机构的命名机制 直接相关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开玩笑 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会说这个我不开心 我不高兴 我说今天你们就会说我患了忧郁症 然后比如说这个广场恐惧症 比如说这个幽病恐惧症 比如说密疾恐惧症 都是在这个新的疾病种类的命名当中 而成为心理机患 而这种不断衍生的 不断增值的 越来越长的心理机患的名单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构的命名权利 或者是我们对于人类心理和精神病认知的 这样的一种单一的逻辑所支撑的 因为与此相关的是 介乎于弗洛伊德氏的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 以及这个广义的心理诊所 作为一个新的职业在这个全球的这种衍生和蔓延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背后是这个药业 对于各种心理药物的生产 推销的这样的一个交互机制 于是某一种社会性的这个心理反馈 被命名为社会疾病 被命名为心理疾病 而后心理疾病就要经过经历心理治疗和药物服用 那我就不在这一一的去例举 就是大概近年来层出不穷的 美国社会所出现的 对于这个精神性的药物的滥用 以及为了这种滥用背后的那个资本的力量 和药业公司 以及以看业医师 这个以看业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治疗机构之间的那种利益互动 所形成的这个社会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真切的 必须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和议题 但是今天我想暂时搁置 对这个层面的深入的观察讨论和批判和抵抗 我想讨论就是在文化的意义上 在自我认知的意义上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流行病 在全球的蔓延 所谓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这个脱离了严格的医学的这个脑科学的 这些这个深入的科学印证 而作为一种流行性的自我描述和疾病命名的方式 开始出现 这个我又和这个我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开玩笑了 我说很多时候 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其实无外乎是一种从自清自荐到自高自大的循环往复 就是鲁迅先生描述的这个阿Q的一种 这个在一个病态的社会状态 一个病态的时代文化当中 所形成的自我心理的那种这个错动乃至错乱的机制 而可能并不是在脑科学或者精神医学的意义上的双向情感障碍 好不更多的这个在这方面展开议论了 而我所关注的不断增长蔓延的精神流行病 它在都市的青年 都市的青少年人群当中开始蔓延 然后形成了这个非健康状态 或者说不健康状态 那么我说我们暂时搁置资本药业公司心理机构 这个在其中所发生的多重的利益驱动和他们的这个互动 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流行疾病 作为某一种这个社会的 社会的功能运行的方式 同时成为某一种自我对自己生命状态所处的这个情境 及其所遭遇的困境的这样的一个命名 做一点分析的话 那么我首先从中国开始 我觉得在中国对中国社会 中国都是所谓的这个忧郁人群的这种观察当中 有一个因素是必须被指出的 或者说它是中国的社会历史 这个所经历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状态 那么就是在我看起来 它是和历史三年的国家层级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关 在这个37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之间 几乎是有两代人 在其中出生成长 我们就是当我们继续观察 它毅然成为历史迅速的成为历史的末代独生子女的时候 我们可以关注到他们其实是独生子女的孩子们 他们是第二代的独生子女 而独生子女政策它整体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 和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 及其更广义的多种的社会结构 当这个巨大的改变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我想在中国文明史上 在世界文明史上 大概没有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段 就是在理论上说 在近乎一半的家庭当中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或者说他们只有一个男孩子 或者一个女孩子 这样的一个转变 同时当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延伸到第二代的时候 传统中国社会所深刻的植根和倚仗的亲属关系结构 也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没有改变的东西 或者说它被一个新的社会文化 所强化的一些因素 让人在延续 比如一边是中国式的家庭 中国式的文化 对于子女所寄予的这种厚望 既是传统的 又是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经由教育 改变命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 就是穷了什么不能穷了教育 亏了什么不能亏了孩子 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价值和方式仍然在延续 而在另一方面呢 是这个成功学 然后这个越来越残酷的社会竞争 使得它也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社会的价值评价系统和文化结构 于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它就在中国的社会或者家庭层面当中 出现了一种过度紧密的 这个家庭关系 同时这个过度紧密的家庭关系 或许对于这个最早被描述为 这个中国的小皇帝 中国的小公主的这个独生子女来说 他们经历着一经出生 就被钉死在宇宙中心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生存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使用了钉死 当然我在这不去展开 就是说类似的家庭结构 亲属关系的去缺失 同时就造成了 你或者被钉死在宇宙中心 而核心家庭一旦遭受意外的灾难 或者破裂 那可能你就即刻变为世界的弃儿 因为你不在一个可以原有的 亲属关系网络当中可以救助的 被钉死在宇宙中心的 这个小皇帝小公主们而言 他们所感受到的 并不是我们曾经构想的一个非常奢侈的 中国此前的几代人 渴望而不可得的 那样的一个奢侈的供给和关注的状态 而刚好相反 他们可能体认着一种前所未有的 因爱之名的侵犯 然后这个几代的长者 把他们的梦想 把他们的自我蹊跡 把他们对于未来和后代的蹊跡 都希望经由 only child来实现 那么于是 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独生子女代季的两代人 他们都必然经历着某一种 生命的幸存状态 那么一边是从巨大的 这个希望的压力 爱的侵犯当中求存 一边是要在越来越残酷的 越来越严酷的 中国的应试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进程当中幸存 我自己的理解是 为了求得幸存 他们开始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 将这个极度紧密的亲属关系 这个 为了应对这个极度紧密的亲属关系 而开始将自己身边的亲人功能化 他不再用一个这个人际关系 以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将心比心共情的结构 来这个对待他人 而相反呢 用一种将身边的他者功能化的方式 以获得自我生存的空间和位置 那么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亲属关系当中 我说在那个社会文化 代际文化当中 开始明确的 于社会层 社会文化的场域当中 显现出某一种 我称之为个人主义的绝境 或者说没有主义的个人 因为个人主义 我也不是强调 个人与个人之间如何共生共存和相互关系 而在这儿 这个主义已经消失 而个人作为绝对的一世独立的这种存在而生存 那么在我的观察当中 类似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同时造成的是这个代际当中的 尤其是在城市出生的男性和女性 普遍的遭受到一种奇特的错动之中的性别教育 比如说这个男性当然在承担着望子成龙 这个光耀门楣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价值的奇迹 但是同时他们又被要求 并且被养成某一种妈妈的好宝贝 这个所谓的妈宝 这样的一种希望教养和养成 而女孩子们普遍的遭遇到一个大概历史上的中国女性 未曾整体遭遇到的处境 就是女孩子同样经历着家族的望女成龙的教育 因为作为唯一的孩子 他也希望他承担起曾经传统的放在男孩子身上的 这样的一种光耀门楣要祖光宗的这样的一种愿望 我们在这不去展开说 我观察到的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女孩子也被迫写入了祖谱 也被迫在祭祖当中承担着这个长子长孙的 这样的一种传统角色 但是与此同时望女成俸 传统的性别教育 传统对女性的这种规范和养成同时发生 于是某一种性别的这种教育的错动或者错乱 造成了这个置身于个人主义绝境当中的年轻代际 他们的自我生存 他们的社会生存 他们在社会的意义上的自我放置上的困境 或者说他形成了某一种心理的自我的进而 衍生为一个社会整体性的某一种危机状态 这是我说从中国的这个特定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去展开的一个层面的观察 而另一个层面的观察 应该是一个更具有全球性的 当然是在相对发达和相对这个集中的这种世界都市当中 它变得更为突出 那么影响着这个代际的心理健康 影响这个代际的社会的这个身份的自我认知 以及社会性的实践的展开的另外一个突出的因素 当然就是网络 网络生存 然后这个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连接的虚拟性 这个虚拟社交或者是虚拟连接 虚拟社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我们可以从太多的角度去讨论 我们一边是可能比如说以网络作为一个观察对象 你会发现这种虚拟的连接 虚拟的这个情感关系 它的热度 它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及时性 而当这种这个情感受挫的时候 它可以迅速的寻找替代 那么这个这种状态当中 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达成了将他人功能化 加他人物化的状态 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于西班牙的 女性的这个心理分析学者所说的方式 说这个资本主义的拜无教 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的入侵到了个人的情感领域 就是因为你寻找的只是等值 就是这个网练的对象 是根据你在网络当中的对选项的勾选所形成的这个自我 这个描述 来寻找所谓的匹配 来寻找这样的一个 这个相对于主体而言的等值的对象 更为清晰的表现为某一种物 某一种功能 某一种相对于你 仅对于你而有意义的绝对对象 而它不再成为另外一个主体 它不再成为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 相互连接的可能性 在这儿我们也不去展开了 和同样就是虚拟环境 虚拟社交 虚拟连接 虚拟群密关系的这个缔结丧失替换 同时呢可能就是这个 同时造成的一种 在精神分析或者说心理学意义上的 一种将创伤无名化 遮蔽创伤 拒绝承担创伤 拒绝直面创伤的这样的一种 心理机制 我也觉得有一种描述非常有趣 就说这样的一种经由迅速的替代 而遮蔽创伤 将创伤无名化的过程 并没有能够治愈创伤 而只不过将创伤无名化 也许这些被无名化 被遮蔽的创伤本身 就被给了另外一个名字 它叫忧郁症 而网络生存的另外一个 非常突出的情形 而且在这个21世纪的近最近的这个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之中 变得非常突出的就是新的技术应用 毫无疑问的在摧毁工业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所创造的大众文化 以为大众文化为市场的主要格局的文化生产 于是一边是分众文化 网络社群 取缘社会 然后一边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这个信息减房 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息状态 我们一边说是信息过剩 信息爆炸 信息疲劳 但一边呢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因大数据精准推送 而置身在一个结构性的信息减房之间 于是他不仅是他同时伴随的是他者的消失 也就是社会性的消失 而这个虚拟的想象的分众社群自身 形成了一种虚假的高度的同质性和共识性 那么新的知识的获得 新的信息的抵达 因这样的一种网络结构而成为不可能 甚至这个用这个好莱坞导演的说法 就是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认识论危机 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经由网络而获得新知 我们不再能够经由网络听到不同的声音 我们在高度同质性的虚拟社群当中 享受着一种高度共识 真理在手的这样的一个幻觉 都说一句 我想这也是频繁的极度残忍和极端的网报 成为网络的一种常态发生的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新技术应用 它同时使得这样的一种生活样态和社会样态被体质化 被结构化 而人们似乎难以反身的就是网络生存 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社会性前所未有的被加强 使得每一个个体生存对于社会的依赖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与此同时 他们所依赖的社会网络 他们所置身的这个社会结构 却很难被其中的个体生命所真切的感知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心理的这个事实层面上强化着 在社会和心理的认知层面上强化着 这样的一个忧郁症的蔓延 而这种心理上的忧郁症的蔓延 进而发展成了心理对于生理 心神对于身体的反身侵害 于是我们观察到的就是 另一个流行词叫脆皮大学生 就是这个年轻大学生 在富裕的环境 富裕的这个历史时段当中成长的年轻人 他们的健康状态甚至这个不如前代 或者说在一个持续的恶化当中 而诸多的疾病比如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癌症的发病人群的年龄段 在不断的下调 不断的下降 然后这个发生了问题的发生了巨大阻碍的心理状态 和见词恶化的这个生理状态 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观察事欲当中的一个 越来越突出的这个状态 像昨天听潘老师在讲这个中国文人化的时候 我就不断的在想到其实文人化或者文人血液 或者文人中国文人化文人血液之间 与人格与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的连接 本身它是在前现代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层面 这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层面就是 寂情山水或者相看两不厌 唯有静庭山成为一个至少是封建文人或者封建世代夫 去在严酷的政治生存 这个政治生态当中去安放自我的空间 那么这种就是所谓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的 这个血液的消失 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 它不再能够承担起那样的一个 曾经在前现代中国社会当中去放置自我的这种功能 它不再成为这样的一个具有有机性的层面 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21世纪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这个事实上仍然处于这样的一个高度密集 都市的规模和生存的样态高度密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中 而我们同时面临着这样的一种 似乎绝对的处于孤绝状态的这样的一种个人生存 这样的一个宅男宅女们似乎可以一世独立的完满生存 说一点轻松的话 就是疫情发生的时候 当发生这种这个封控状态的时候 我非常的错误的自作多情的同情 这个被迫在家中接受网课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这个在青春的这个生命状态当中 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一种近乎于准囚禁的状态 最后我就是被莫大的讽刺和嘲弄 我自己遭到莫大的讽刺和嘲弄的是 事实上是当封控结束的时候 当孩子们必须回到学校上课的时候 他们才面临了混沌和冲击 他们不想再一次回到学校 他们不想再面临课堂 真实的同学 这个真实的老师 这个恐怕是一个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我们必须把世纪的参数重新拿出来 才可能不仅仅在代际文化的意义上去认知 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于是对于这样的一种 一边是这个拒绝亲密关系 这个在一种似乎在一种这个孤绝的 没有主义的个人状态当中 安然生存的代际 而另一边其实我们会看到 同时他们成为了就是忧郁症的 甚至是生理疾患的 罹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那么我们同样就是说 如果再一次的引证文人化的参照 你会发现 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尝试去 这个安置自我 同时去创造他们的虚拟社群的方式 在这就不必再去引证饭圈文化之类的 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现象和讨论了 当然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在个体生命当中的那个 亲密关对亲密关系的拒绝 亲密关系的艰难和这个 乃至亲密关系的消失 而在更大的场域当中 我们观察到的是社会的有机性的丧失 乃至某一种社会性的连接的不可能 成为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在这种状态之下 曾经在世纪之交流行的 政治犬儒主义和文化犬儒主义 似乎也已经成为过去 而大家所那个置身的状态 我称之为就是我们开始进入到一种装睡的状态 我说在这个意义上 它对我来说构成一个巨大的反身的 自我质疑和自我怀疑 就是当我们曾经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文化研究 或者说批判 社会批判的这样的一个 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命名 我们自己的工作和我们自己的位置的时候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提醒的是 需要自我提醒的是 你无法唤醒装睡的人 这不是一个沉睡或者说这个 误毒或者说这个被催眠的状态 而是某一种这个装睡的状态 而这也就是我对于所谓忧郁症 所谓心理的病态和不健康观察的 最后一个点 我说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这样我们可能观察到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或者社会的危机状态 以及置身在这状态当中的代际 它们普遍显现出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装睡的状态 我也有时候会用另外一个命名叫做 潜意识的自觉 我就说其实他们 也许比我们更为直接和敏感的 敏感的意识到了社会的 以及自我的危机状态 但是他们拒绝去认知 他们宁肯把它压制在一种所谓潜意识的状态之间 而且他们明确的表达 他们之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拒绝直面危机 拒绝讨论危机 是因为他们认定我们没有对危机的有效的应对方式 是我们相信在今天的世界上 这个造成世界危机的状态 本身没有no alternative 没有另类处理 没有另类选择 没有改变的可能 于是这就是那个被无数的知名学者 所重述甚至口耳相传的说法 成为了一个文化的和心理的真实 就是叫做想象人类的末日 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 似乎要容易得多 那么如果是想象人类的末日 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 要容易得多的话 那么我们又何谈 我们去这个直面 我们所遭遇的 我们所经历的社会问题 所以也许并非是信息减防困住了我们 而是信息减防给我们以一个装睡的空间 使我们可以似乎不必去直面 我们所置身的危机和所经历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说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讨论健康 当我们讨论心理健康 当我们讨论这个心理健康 所必须的这个社会的有机性 这个一个新的包含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文化自我的思考重建 包含这个在世界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介入 全球化的解体当中 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情势 以及全球化 在解体过程当中同时更清晰的显现出其巨大的这样的一个霸权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要去讨论健康的时候 我想其实我们同时是在讨论一个福科 借用福科的表述所做出的命题 那么就是如何保卫社会 如何保卫社会 就是这个包含我们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个人于其中的 包含于这个多元的差异的阶级性别 种族的人群于其中的 包含包含的就是包含这个 由诸多差异所组成的这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生存 不同的社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才是我们去能够得以安置自我 同时去获取身心健康的充分必要的前提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的结构性的危机和问题 造成了个体的心理的生理的健康与非健康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单向的结果 它其实是在一个多元的多边的多重 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并非如主流所显现的那样的 成为一个发展主义的文明进步的线性线索 所描述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至少在我看起来这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而且这种所谓的在线性进步当中 所形成的新的这种社会结构 生存方式本身的脆弱性 是不言自明的 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已经在新冠疫情当中 以某种方式目击和深历了 这样的一个高度依赖性的网络化的社会结构 自身的脆弱 所以同样有经由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 我想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的 就是在整个世界上无人可逃 无路可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瘟疫大流行 我说这大概是全球化的最为直观的 和最为灾难性的一个证明 如果我们我觉得非常有启示性的 和非常痛切的是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这个疫情如何在非洲发生 疫情如何在美洲发生 疫情如何在北美洲的富裕人群当中 首先发生 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这个假日的国际旅行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所谓和平队或者什么 他们以什么方式从哪里把疫情携带到哪里 他似乎给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 全球化的多重层面运行的网络 他以某种方式证实着 这种个人主义的绝境自身如何 只不过是社会绝境的一个阶段性的状态而已 所以我说那个保卫社会 这个重新恢复社会的有机性 它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连接 一种真实的 我说肉身的 那个连接必须重新被实践和创造出来 然后一些新的公共空间 必须被重新的创造出来 这其中可能包含了对传统中国文化当中的 这个遗产的这个重新启用 包含了对不同的文化当中的 那个原有的社群 以及二十世纪那个团结 南南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这个非西方国家 刚才汪辉在多重的这个版图当中描述的 所有的这些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 那个文明当中的那个遗产的这种启动 这不是一个怀旧式的 和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 而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生存 以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危机 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危机的 一个相当急迫的命题 我说的太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